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在韓国论坛 Blackpink不和谣言这个贴文 引起了网友们的极大关注 也让我非常爽快 我先直接给大家读一下网友上传的内容 之前在论坛看到过很多 Blackpink成员闹不和 一直被抹黑的贴文 你们在做那些的时候 当事人们会有多好笑了呢? 看了这周的影音节节目后 觉得吉祖真的是很健康的一个人 好想向他学习 然后上传了吉祖在 对网络上的Blackpink不和谣言的看法 因为Blackpink是地位很高的团体 所以就会有人想要制造不和谣言 谁跟谁的关系不好等 我们会看着那些哈哈大笑 他们说我把你当成竞争对手 所以要小心 真的会这样 喂,你为什么不发IG 而以发不和谣言呢? 你应该要宣传我的 是这种感觉 我们把它当作笑话来看 不管是不是粉丝 只要稍微有关注Blackpink的人就应该知道 Blackpink从出道开始就一直有了 对内不和 谁跟谁的关系不好 谁霸凌谁的谣言 不能说是谣言 一些人几乎就把这个当成是真的 甚至还做了所谓的霸凌证据影片 来抹黑Blackpink成员们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真的除了一人疑似恋爱谣言之外 最傻眼的就是对内不和谣言 起属能这样说出来真的好喜欢 我把你当成是竞争对手 所以要小心 已经登顶的四个人彼此关系那么好 什么都不是的那些人 再七嘴八舌的说谁对谁这样 当事人看到的话会有多好笑呢 真的无法忘记 之前说Blackpink对内 谁把谁当成是仆人一样 看他看成员们的眼神等造谣 竟然在论坛也收到了很多赞 尤其是在2018年到2019年 幸好成员们是这样想 谁的生日谁没有发IG现动 姐姐的品牌没有帮忙发IG现动 谁抢了谁的镜头 从以前开始就觉得这些很可笑 黑粉们以为真的是不和谣言 快乐匆忙的点进来了吧 这个片段因为超超超超爽快 所以看了三遍 我也是那样 大家知道吗 我从2018年开始 听去频道之后 在YouTube被骂的最多的影片 就是这一个 我当时针对Blackpink对内的 霸凌证据影片 拿出真正的证据后 全部都给反驳了 不可能 结果 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以及更上面的祖先们 都因为我被骂了 我这个不孝子 总之 不只是Blackpink 其他女团们也一样 真的希望大家 不要再自己猜测 成员们的感情怎么样了 那些孩子们 从练习生时期开始 就是一起一路走过来的 在一起的时间算下去 就跟真正的家人一样 那个感情 不是那么简单 就能被摧毁 当然 因为是人 可能有时候也会吵架 就像你跟你的兄弟姐妹 吵架一样 但吵完之后 感情会变得更坚固 所以真的不要再因为 没发个IG线 都没留个言 就抹黑孩子们了 OK 所以 对于TankQ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祖先门杯嘛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开玩笑的 他没有人 才到都儿子 是 是 大家 不是 同事 我们 如果 就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